新店區公所外停了一整排汽車 罰單上這台白轎車 就是女星遊詩景的 他在臉書發文抱怨 當天停車場滿位 有很多車在排隊 怎麼事後卻收到檢舉罰單 實際回到停車場查看 目前的位置是沒有車位的 而且旁邊有告示牌 顯示請勿排隊 但是還是有不少車主 會微停在旁邊 死了附近的住戶 也是不甘騎擾這樣的 他確實這樣子一塞住 大家都不用走 原來這條路是雙上一線道通行 一旁畫有停車車格 地上還是紅線 現場看一看喇叭聲四起 警方解釋如果並排停車 就是違規 兩輛以上車輛同時 於車道範圍內並排停放 自車身有占據車道的情形 新店區公所這棟行政大樓 兩年前剛完工 一旁緊鄰新店分局 交通大塞車 會被開違規罰站嗎 不知道會喔 陷阱嘛 我們都不知道會 就是前面等不是很正常的嗎 太能等了啦 並排停到就會被檢舉啊 這個停車場我一般 其實它設計不了 現場也已經安排了警衛 做事實的引導 我們還是希望民眾 能夠聽從我們警衛的一個指引 紅線本來就不能臨停 並排停車更不行 游市警表示不是要討拍 只是很疑惑 這回停個車位引起熱議 但也有人說別因為一時方便 造成別人麻煩